Hello Michael 听姐好介绍 今天我们又来到Pukit Indah 上次上一集带你们来看的是 Pukit Indah原装的田柱 今天婷姐带你来参观这一间是 全装修全家具 而且这一个款的客厅非常的大 就在Pukit Indah的Garden Villa 十一路这边的田柱 你可以看到屋主在最近才整间 屋子油气做过防水器 再把这个外面的草地铺成石灰地 可以给你停更多的车 这一幅折是四折的这个白杠大门 也是这一年才换的 Autocad也是新的 哇 非常的超值哦 你看屋主的车这么大辆 停在这一边 旁边再停一辆车 假如你的驾驶技术真的那么好的话 这边斜斜 放一辆进来三辆车 上面的这个owning折棚也做好了 你看哦 它连这个白杠的这个赛衣架也做好了 这一间屋子可以来讲哦 它装修没有很华丽 可是是非常实际的一间屋子 买了过后哦 你不用反太多就可以住进来了的 旁边本来是草地 屋主也po好了这个地砖 所以你也不用去反哦 平时要打理的这个地面 你可以看到后面这边等下我们会带你看的 这个地方它特地做了一个玻璃门 洗衣机放在里面 你的洗衣机不用担心下雨淋湿了 来带你们进去参观 这一间三十二乘七十四房四侧大门 东北物林七年的一间田字屋 我们进去客厅参观一下 来跟我一起进来参观这一间田字屋 你可以看到哇这一款田字屋天花板的高度也非常高哦 而且它客厅真的蛮大的 三加二加一的一组沙发 放进来中间还可以放个小茶几 我们的饭厅的话呢 屋主它是安置在这边 这个是田字屋很普遍的会放的一个位置啦 放一个长桌 旁边这一边哦 会有这个推拉式的门有采光 如果是讲你要在外面放个小桌子 平时喝下午茶的地方也可以哦 然后往后走的话呢 你会来到第一个厨房 这边是干厨房 它在这边做好了上下的这个哦 下面是灶台上面的壁橱也可以放东西 饭锅气炸锅都放在这边 再来旁边这个地方呢 屋主刚刚跟我讲哦 其实以前的时候这边厨房只有一半而已的 这一半是女用房 这边是女用房的厕所 可是这样子厨房很小 所以全部打掉 这一边哦 下面做了一整个I型的灶台 上面壁橱做完大煮大草的时候 这一个门可以打开来 让油淹出去 然后呢你看哇 抽风机都放了两台哦 还有这么大台的冰箱放在这边妥妥的 然后还有我们的洗碗机也有在这边 这边还放得上一个冷冻的冰箱 所以哦 爱煮的妈妈们不用担心 厨房绝对够用哈 再来这一间的话 你看房间长辈房啊很少很少看到天资物的长辈房 那么大间的就跟一间台屋的主人房一样大 整个方方正正的长辈房为什么那么大 你们有注意到吗 这边的地砖哦 这六片地砖颜色有一点点不一样 本来这个是女用房吃掉我们楼下长辈房的位置 他这个屋主哦 把这一边也打掉过后 把长辈房变更大 而且长辈房自己有自己的厕所的啊 长辈房的卫生间在这一边可以给大家看到 然后这个长辈房哦 旁边这边还有一点采光的 就是刚刚我们讲放洗衣机的位置 平时你这个门关起来 从外面洗衣也可以不会打扰到长辈的 啊我们去楼上来看一下 我发现到这间屋子的门好像都有换过耶 所以哦真的用了很多小心思 带你们去参观楼上 我刚刚看到它的楼梯都是白杠的哦 哦去楼上看咯看到吗 这一间的扶手原装就是白杠的 刚刚屋主有跟我讲哦 我们之前去看那间950千原装的单位是第一期 它是后期买的 所以不同的设计 这个房款呢上来哦 它的小厅也非常的大 小厅这边呢 我觉得屋主的孩子很爱看漫画 全部都是漫画 这边你可以放个沙发或者跑步机 小朋友的书桌也可以放在这边 采光非常好哦 楼上的房间来参观哈 楼上是三房三侧 先看第一间房间 你可以看到它每一间客房其实都是蛮大的哈 双人床 百聊屋主这些大样的衣橱 床架都是留下来 而且是新的 因为小朋友都在国外没有什么用到哈 放了衣橱这边还有这么大的空间 而且每一间这边的房间都是自己独立的卫生间的哈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间独立卫生间 加个玻璃就可以做到干湿分离了 而且卫生间旁边有一个门啊 我们可以走出来的 它这一边哦 你可以看它是有一个小小的阳台 小天井小阳台这样 玻璃门是可以关起来的 然后呢是连接着我们隔壁的房间 是很大了的 OK很够用 再来去看看主人房哈 主人房的话也是做了蛮多的小装修的哈 可以省下你很多的钱这间屋子 一进来你可以看主人房这边哈 真的屋主放很多东西啦 OK 屋主要搬了所以杂物比较多 你们不要看哈 这边一个大床架 我后面它还摆了一个沙发 屋主讲也是留下来的 而且星星的刚买而已 这边哦 还在主人房放冰箱 然后这个橱柜你可以看到哈 空间感够大嘛 啊 再放个梳妆台都可以的 而且你进来看这一边还有座衣帽间 它这边做了一个推拉式的门 走进来 一个开放式的衣帽间 而且是直接坐上到顶去了的 太太应该很喜欢这个空间 走进来呢 你可以看到主人房的厕所哦 就坐了一个这样的玻璃 所以平时 帅牙洗脸在这边 我们淋浴间在这边 空间感都是方方正正的这间房子 而且它有一个小阳台 带大家去望望我们的小阳台哈 小阳台的话大概是三个地砖的位置 然后这边是玻璃的这个阳台围墙 这一间的话就是在 Pukit Indah Garden Villa 我们Pukit Indah 11路的一间双层田 全装修全家师 32×70 四方四侧大门的方向是向东北 这一间屋子只有七年的屋林 非常的新哦 然后呢这边是一个保安威力区 每个月的保安威力呢 只需要170块左右而已 卖这是多少钱哈 1.05元 105万就可以买到一间 拿包包就可以住进来的房子哦 重点是很方便 3分钟出去 你就可以买东西吃东西 要去A用Pukit Indah 都是3-5分钟的车程 去新加坡工作的朋友 这一间屋子去到我们的第二关卡 DUAS那边的话 只需要18-20分钟左右的车程 有兴趣的朋友打电话来 麦克听起来好介绍 跟我们预约来看房 如果是屋主们 你们有屋子要卖要出租都记得联系我们哦 OK 将我们今天直播视频到这边 记得离开手帮我点赞 关注 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有问题在下面留言哦 拜拜